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还专门设计了5G模块 至于指纹识别嘛 可能会集成屏下指纹 也可能会与logo整合在一起 那除了Z系列旗舰呢 摩托X25渲染图也被曝光 与Z3系列一样采用全面屏 并且钳制了双摄像头 最让人无语的就是采用了类似LG V20副屏设计 同时依旧是后置双摄 指纹识别可能与logo合而为一 最后登场的则是摩托G6系列 G6与G6 Plus在外观上几乎没有差别 修长的18比9全面屏加大瞎巴指纹识别 背部曲面3D玻璃加双摄像头的配置 而反观G6 Play呢就low了不少 甚至连指纹也没有找到 摄像头也变成了单摄 可以说这三个系列都各有特色 定位也完全不一样 如果说今年摩托真这么设计了 那可以说相当有竞争力 甚至可以摆脱小众的帽子 去年年末 华为Noir 2S坐着末班车 山山来迟 但是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 这次的Noir 2S无论在设计上 还是在调色上都堪称华为最美的手机 尤其是钱爱兰那种灵动又不张扬 打动了不少人的心 临近春节呢 不少厂商都推出了红配色的手机迎接新年 比如OPPO21S星目新年版 那么这次Noir 2S同样也推出了一款 喜庆红火的配色 相思红 那只是一直没有上市 让喜欢的花粉格外着急 不过随着春节的临近呢 这款相思红配色也会在春节前上市开售 这么喜庆的新年搭配红红火的手机 简直不能再配了 如果说新年想送亲戚朋友手机的 那么这款有新年味的 相思红Noir 2S还是很值得推荐的 昨晚中兴SOM双屏折叠手机在京发布 由于之前已经在海外率先发布 所以配置和外观已经不再是秘密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采用两块等大的5.2英寸屏幕 支持经典大屏分屏镜像四种重要模式 而且对直播软件进行优化 可以一屏看评论一屏看画面 玩王者荣耀的时候 一屏也可以化身单独的手柄 那配置方面搭载骁龙821处理器 拥有31800毫升电池 国内售价3888元 本月20号开售 那作为一款全面屏时代的清流 在一些对应场景上还真的是有天然优势 可能你觉得它非常鸡肋 但是只要找对了定位 收获一批忠实用户还是没有问题的